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白兰蒂 那今天的影片呢,我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现在眼上的这个眼妆用的一个眼影盘 也就是BECCA他们家去年出的一个珍珠珠光盘 上脸的妆容的一个,也不算叫成吧 因为我也是玩这个眼影盘没多久 然后呢,视频的第二部分呢,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最近在Beautilish他们家买的这个Wayne Gauss大叔新出的这个口红 还有唇部的唇蜜唇笔系列 我没有买全部的系列,因为全部买回来实在是太贵了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部分我在官网上还有他的这个launch video上 我个人觉得还蛮适合我肤色的几个颜色 所以呢,待会呢,会给大家一一上唇看一下 如果你们对这样的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接着跟我一起往下看吧 它是去年的时候说是限量盘,可是今年又回来了 所以呢,我今年就买了它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珠光配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虽然打开盘,你这样放眼望去你会觉得 诶,这个颜色配色好像不太适合就是能够出一个整个的妆容 然后呢,我自己亲身试过呢,也发现 它这个盘里相对来说比较缺的呢,是一些比较自然的一些亚光的过度色 如果它能加上这些过度色的话 这盘相对来讲,它的一个妆容完整性会更加强一点 所以呢,我也是用了其他眼影盘的一些transition shape 那这个口红系列其实我本人是非常非常期待 它其实在5月5号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推出了 而且我也是当天下来单,但是由于一些原因 我的单被Beautilish砍了,后来才发现是一个安保的问题 Beautilish他们家这个客服的这个回复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然后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呢,三天之后我就收到了货 然后收到货之后,包装拿到手上其实我个人是比较惊喜的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看就是官方他们的图片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包装就是很Windows它的一个审美吧 就跟它的刷子非常非常的像 可能不会就是那么的受女生们喜欢 因为女生嘛,对包装总是有一种就是莫名其妙的吸引感 有时候你就会对非常好看的包装是有一个 你会忍不住想要去买它的一个冲动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也是非常就是吃手印的 如果你的手指就是一直这样子抚摸它的话 如果你的手指这样去摸它摸多几次的话 你的手指纹是会粘在这个包装上面的 就跟NARS他们家的那个包装有点像 只不过那个是比较哑光的,这个是亮漆的那种感觉 好,那么现在呢,我嘴上的这个颜色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这个整个系列相对来讲最喜欢的一支 就是他们的这个纯密系列 然后它的名字是Petunia Yeah, I personally, I really like this color I'm wearing this right now and it's the perfect my lip but better it has that creamy vibe and it's glossy and it's not sticky at all and yeah, this color on my lip I feel like it's the perfect shade for summertime it's so effortless and when I wear it, I just feel I don't know, I just feel this confidence all over me I feel like I can conquer the world it doesn't have to be a really bold red shade that make you feel like, oh shit, like, you know I look great, whatever like, sometimes a nude color like this will also empower you with that type of mindset if that makes sense okay, so, yeah 这个颜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呢,上了我的嘴之后 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这个地方可能会就是 稍微细节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它的这个亮度啊 我觉得个人 我个人觉得它是做得非常好 它这个亮度就是 给大家看有没有 它不会很黏的 你看 我这样扒一下 我再稍微加点给大家看一下 我涂的这个效果 它真的就是 它的这个唇蜜的颜色遮盖我本身唇 遮盖我本身唇部的颜色遮盖的非常好 因为我本身唇部的颜色是稍微有一点点深的 但是它这个遮盖之后就会把我原来的那个唇部的颜色给 怎么说 几乎完全看不到了吧 然后它的平身的颜色长这样 然后实际在我的嘴上大概是这样 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这个唇蜜的质地 好 现在呢 我把我现在嘴上的这个颜色给涂掉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颜色 其实第一个给大家展示的这个颜色呢 是他们家的这个Orchid这个颜色 它打开了橘色呢 它是有点点橘掉的 Look at that pigmentation Right It's so creamy I love 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 我个人是因为有一点点就是bias啦 因为它整个系列我都很喜欢 所以我就觉得不论我涂哪个颜色都觉得挺好看的 那接下来的这一支颜色呢是 Carnation 也是他们家口红系列一支 然后这支颜色我个人感觉是比较偏干燥玫瑰 然后有点豆沙色的颜色 也是就是 我们平常时会很喜欢的一种颜色 所以我买它来看一下 看它的这个调色到底怎么样 然后现在上我的嘴唇给大家看一下 It feels really creamy 它的这个 Consistency啊 它的texture 是非常一致的 它们都是那种比较creamy类型的 口红 所以上嘴呢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 就很舒服的一种质地 But personally I think this color would go well with a lot of look You don't have to do too much for your eye look Just something really simple And then boom boom bam This color and then you're immediately You feel like your complexion is brightened 好的我不臭美了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涂下一个颜色 看一下下一个颜色是怎么样 下一个颜色呢 我选的是它这个系列当中最红的一个颜色 它没有非常非常深 像姨妈身那样的颜色 它其实这个line我觉得主打的还是大部分都是裸色 然后但是呢我个人对裸色系列的口红其实感兴趣的不是很多 所以裸色系的我就是买了唇蜜 然后呢口红我个人相对来讲还是喜欢就是深色一点的 好那最后一支这个口红呢 它这个颜色叫做Zinnia 好我们来上嘴试一下它 这个颜色怎么样 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太艳了 其实从管身来看的话 感觉它比管身看起来稍微的在鲜艳 在活泼那么一点点 有可能是我今天的这个妆 其实我个人相对来讲 没有说最喜欢的一个口红的色系 我个人觉得就是看心情 但是像是如果是那种死亡芭比粉的话 就还是算了 我觉得除了死亡芭比粉 其他的颜色我都还蛮喜欢的 那我们现在呢 试着叠图一下这个Antic Rose 因为我看到在温哥的视频上 我刚才推荐一下这个口红的颜色 我刚才推荐一下这个口红的颜色 但是它不是新的颜色 因为这个颜色 我刚才推荐一下这个口红的颜色 我刚刚叠图了 Zinnia跟Antic Rose这两个颜色 因为这两个颜色呢 是温哥大叔呢 在官网上推荐大家叠图的 这么两个颜色 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了 我现在就是要试最后一个唇部产品 也就是他们的唇笔 我买的这个颜色呢 是Cinnamon 也是他们家这个唇笔系列当中 颜色最深的 之所以我把它留在最后一个来讲 是因为它的这个质地 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干的 所以呢 我之前在换不同唇色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也有看到我是没有涂任何的唇膏 或者唇部打底的 因为我是想要看一下它这个唇部的系列 到底它的表现率如何 它会不会拔干之类 所以我也想要裸唇给大家试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留到了最后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它这个颜色 我还记得小时候表演节目的时候 老师们都会让我们涂上非常红的口红颜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回忆 它这个笔真的是有点硬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个人很少用唇笔 因为运不够精致 运不够精致 OK这个层底真的非常的干 好干哦 天呐 干到我觉得颜色上的都不是很均匀 这个颜色是好看的 但是就是很干 天呐 它就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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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干 它就很干 这个颜色是真的好看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它就很干 它都很干 它就很干 我真的能干 怎么样 这个颜色我觉得它是偏暖掉的一点的红色 我个人认为它还是 太干了不太适合 它就是勾勒一下唇型 如果你涂正红色唇膏是没问题 可是最好还是不要 整个大面挤得上 我现在加回一点 刚刚的那个Antic Rose吧 用它的唇蜜 稍微看一下这个唇蜜在这个红色上面会怎么样 我好喜欢这个诚意 这个颜色真的超美 OK滋润感立马回来 All right 这个就是我手上所有Wingos 他们家新出的Lip Collection的湿色啦 现在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订阅加开心小铃铛哦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每周五 在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 我上传影片的讯息 So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I'm constantly thinking about how to improve my contents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showing you my passion for beauty and fashion in general So if you have any other contents that you want to watch please don't forget to comment below and let me know what are you into and if you haven't follow my Instagram account go do that right now Please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comment on this video I love you guys so much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uning in I will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Bye Bye